哈啰 大家好 我是哨哥 大家好 三星手机的话 号称跳水王 自从三个月苹果13啊 开始售卖之后 到现在三手机的话 降价的幅度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三星手机的最新行情 目前我们工作室的现货一共有23台 全部是国行九九星的 这些的话还好 我们都是这几天拿回来的 假如是在国庆之前拿的话 那就要亏很多钱了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哪些跳水比较多 先看到最贵的 这个是s21u s21u的话 在之前在9月20多号的时候 又哥不是拍两期视频吗 那个时候已经说了 这个手机降价到了多少多少 然后国庆国来 现在又降价了几百块钱 像那个是国王12加256完美冲心 市场拿货现在5900多 我们今天就拿了两台回来 然后到这个node0u node0u现在的话 市场拿货是4900多 跟这个s21u的话相似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 这个手机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的话是node10家 这个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最保值的一款手机了 那现在这个行情的话都还在3300左右 然后再看到这个是s20u s20u一共有四台 橙色的话也是这种完美冲心的s20u降价的幅度就没那么大 现在市场拿货是4500左右 白色的话就贵50块钱 我们再看一下是s20加s20加跟s20降价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像s20完美冲心的 现在市场拿货2900左右 然后s20加的话是3300 也是那种99星 没科奔 没划痕 不过现在市场的降价是降价 不过货的话比较少 拿不到什么货 二家这个也降价一点 现在拿货128的 现在是4000左右128 然后这些的话就是这个老机子 像s10s加这些手机 因为它是老款的嘛 老款的到这种 基本没有降价跟原价差不多 然后s10现在市场拿货大概是1700左右 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手机上市那么久了 还这么贵 不只贵 而且货的话很少能拿到好的 这几天的话刚好我们看到就直接拿回来s10加的话 说起来大家都不信 这个手机市场拿货要2000 而且货非常的少 好了 这些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有喜欢三星手机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够哥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